中国经济被巨额债务重重包围 习近平的解决方案竟然是在举更多债务 中国批准了一项中央政府大规模借贷的非同寻常计划 以推动这个18万亿美元的庞然大物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样做 它正在为中国最后一个尚可的资产负债表增添风险 中央政府在危机时期增加债务 这在中国并非新鲜事 但最新的计划则突破了既有模式 国务院在三月份曾提出 将发行期限最长可达50年的特别国债 过去 这种特别国债确实很特殊 在上个月之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发行过三次新债 每次都是为了完成一次性政策目标或应对特定紧急情况 比如1998年拯救资不抵债的国有银行 而这一次 政府将发行1万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未来数年内每年都将持续发行 其政策目标也很广泛 按照国务院的说法 绝大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重大国家战略领域的投资 比如 北京将资助一些粮食生产大线的学校和医院建设费用 以加强食品安全 从而增强中国的自己自足能力 此外 半导体 电动车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也将获得重点支持 因为中国正在竞相建立一种由内需 绿色经济和创新主导的新增长模式 而不再依赖基础设施土地和劳动力 中央政府增加借贷 也将加强习近平对经济规划和资源配置的掌控力 可能有助于减少中国的低效投资 更为关键的是 扩大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将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 因为大部分支出实际上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 习近平的借债计划解决了20世纪90年代税收分成制度带来的问题 按照该制度 北京可获得绝大部分国家税收 到2022年 根据财政部数据 地方政府承担了近90%的全部政府支出 但只能使用约50%的政府总收入 财政收支的失衡导致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 并迫使市政当局依赖房地产市场收入 包括土地出让金来平衡财政收支 2020年 房地产收入占地方政府收入的比例超过40% 之后 由于习近平的三条红线 房地产收入迅速萎缩 最终导致全球最负债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破产 被香港法院判令清盘 这一次增加借款的风险更大 1998年 中国正处于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夜 依靠强劲的出口和年轻的劳动力 中国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 现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已经削弱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动力 其庞大规模和已有的高债务水平也成了问题 暂时而言 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还算清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 截至2023年底 其未偿还债务约占GDP的24% 在主要经济体中属于较低水平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 而中国未来10年每年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 根据Breaking News的计算 其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增加近8个百分点 接近32% 但更大的问题出在其他方面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2023年底 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占GDP的31% 再加上地方融资平台48% 其他政府基金13% 累计达到116万亿元 占GDP的116% 较2018年增长了35% 企业债务再增加123%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国有银行发行 国企欠下的 家庭债务则占GDP的61% 据Fidelity测算 中国的总债务超过GDP的300% 借新债长旧债 听起来并不像中共政治局去年呼吁的一揽子综合措施 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可能需要支付巨大代价来援助这些地方政府 并推动经济转型 这也是穆迪和惠玉两大评级机构 自今年12月以来将中国主权债务评级展望下调至 负面的原因 20多年前 朱镕基对香港报纸称 他是赤字总理的评论 恼羞成怒 当时他的政府只是小规模地发行了一些长期建设债券 但他坚持认为 只是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后代投资优质资产 包括电网和广泛的移动通信网络等项目 为数十年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到新一波国债到期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庆祝建国一百周年 届时按照习近平的设想将成为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 但在那之前将很快看清中国是否能够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再次逃脱债务危机 同时重振增长 如果再次用举债去解决问题 可利用的空间就会进一步缩小